大家请看,这是一个简单实用的一个绳头对接方法 我们下面请看它的具体操作 首先呢,我们一个绳头这样折一下 形成一个绳尔 另一个绳头也是这样折一下 形成另一个绳尔 我们把这个绳尔从这个绳尔中穿出 穿过来,大家看 穿过来呢,我们就是把这一个绳尔 再从这个绳尔中穿出来 穿过去 然后我们这边的一个绳尔从下方 从它的下方 也从这个绳尔中穿过去 大家看 我们这样拉紧 拉紧整理 这样一个简单实用的一个绳头对接就完成了 看似简单 受力的时候牢牢的抱紧 非常的 解释